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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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五十三屆的全國技能競賽 第一次來到南港表演館 不是第一次 但是全國技能競賽好像是第一次 今天就由我來為你TD 見見識面 其實在這個全國技能競賽 裡面是非常精彩的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輕小師傅 但是每一個技術跟每一個手法 它其實都快到像老師傅一樣 這麼厲害 所以其實今天來這裡 我們可以看看不同類型的比賽之外 你也可以來找驚喜未來的員工 因為裡面人才幾幾 今天能夠來參加全國賽的朋友都絕對不簡單 他們裡面有非常多的裁判長 然後都是以前的國手 然後一屆一屆回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鏡頭後面 然後除了進來有餐飲的旁邊 這邊有美容的 這一次是辦在南港展覽館 所以你看我們身後的很多人 他們全部都是能夠來這邊參觀的 所以你在裡面你可以看到 訂機裝備啊 西裝公認啊 甚至是焊接的啊 CNC啊 然後一路到旁邊這個 你好 你是導覽員是不是 我是國手 你好 你好 基礎裝潢是你要來幫我們介紹嗎 還是我幫你講 我來講 基礎裝潢來說 我們是比較偏向於基礎 尤其工程 配上藝術家的這種懸吻 對 那我們在業界來說 我們是配合室內設計師或建築師 有點像是棋藝式的角色 那像這個選手他在做的是圖圖這樣 然後他是要把毛細孔跟圖紋 點平 像家裡裝潢的時候 你圖圖如果沒有圖皮沒有磨好 你棋在怎麼圖在後 它看起來就是有陰影 除了技術之外 棋料現在也越來越進步 不管你在裝潢你的浴室 甚至你不用打除 你就可以直接用棋料把它做過去 以前喔 這個泥座宮的老師傅 你要比的就是 你棋那個牆有沒有值 這也是比賽的評分項目 像爸爸喜歡蓋房子吧 不錯不錯不錯 爸爸房子自己蓋的嗎 他不是自己蓋 但是他自己有設計什麼之類的 真的是自己弄的 對啊對啊 這位是我們的裁判長 門窗木工算是幽樓的 裡面你可以看到他們每一年的考題 你除了要符合裁判他所開出來的 題目的標準之外 你連紗紙最多你都只能用到250萬 所以那個手錄你怎麼擲 那感覺可以摸起來 沒有什麼樣子 這一關的比賽也是非常精彩的 我們現在從四樓直接來到一樓了 對啊 一樓的比賽跟四樓一樣精彩 而且後面我們還有技能遊樂園 這樣子的場合裡面 你是一個非常適合找年輕的心血 尤其是在後面這個機器人整合的部分 這都畫機器人現在其實蠻重要的 像你們公司 目前缺什麼人 我們目前缺一些應用工程師啊 然後會操縱機械手臂的 像後面的這些 尤其在線上的話可以開出直缺 現在開出直缺 然後我們來這邊找人才這樣 在他們這一關裡面 你可以從這邊看過去喔 他們裡面有巴拿克的手臂 你要從機械手臂的架設 然後一路到你要怎麼樣判讀這個東西 識別過後之後再把它 可能夾取弓箭什麼之類的 你要依照考官的考題 直接去做出整條的系統 這個很厲害 這個是難的 因為第一個是你在這個高壓的場景裡面 去符合這個裁判年輕開出來的需求 那你就要依照你現有手頭的系統 跟你現在就是手邊有什麼樣的工具 你要怎麼樣去做出這個生產線 對 這個倒是 其實可能很多頻道朋友不知道 這是我在賺錢的一個工作 這是你的專長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從小學工業長大都拿錢 對 沒錯 對 如果有一天讓你做一個機器人系統 你會拿來挑選什麼東西呢 敲衣服可以嗎 從衣櫃裡面拉衣服 你一定要穿什麼 對 這個很特別喔 這個是職安位設施 高空作業有沒有玩過 這個我還真的沒期間過耶 跟大家講說 我人生第一次被調到25樓的時候 我整個腳整個是麻掉的 你知道嗎 25樓 對 但是那個時候老闆在講了一句 不要就不要拿錢就回去了 你就不怕了 因為比起工作我們更怕沒錢 我們直接往下面帶大家看 今天這整個展覽館的比賽 一路從機殿整合 有沒有他們想要看什麼呢 西窗 看到這個橘色白色灰色的配色 台東經濟 台東經濟讚 因為他們真的是除了機器做得不錯之外 這種比賽他們都會贊助大會 我有小道消息 就是他們明年應該會辦CNC的比賽 很酷耶 所以各位你若是CNC的好手或老手們 你都可以到時候關注一下台東經濟的這個 CNC的比賽 這個我滿特殊的 看到警察怕嚇了一下 想說是不是要來抓我 要小心 後來沒有一個汽車技術 你可以看到這個現場總共有幾台汽車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是我們這個 男人中文男人公共中文小組 可以自己修車的 以後不管是平家的技術再生 在台灣學修車 你都可以到歐洲國家 到美國 你都可以到日本 還有沒有往後看你特別喜歡的 這個應該是你的專門向了吧 對啊我看到這些機台 就覺得特別興奮 先騎起床跟先騎車場 特別開心 陳董我還是有帶你女兒來看一些正常的東西 一般大眾如果還不太了解車床 其實車床就是用個夾頭 像我們之前北川夾頭 夾起來了之後呢 經用高速的旋轉 那所以從以前有木工的車床 一路到機械的車床 一路到機密車床 加工金屬的 之後加上電腦控制 把你的CAP檔案放到軟體裡面 你都可以變成就是電腦CNC 其實大家在整場的裡面 你都可以把整間公司的人全部都包辦 而且你看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年輕 都是年輕人 還有很多媽媽是帶著小朋友來看的 來 模具 模具 不管是射出啊 對 或者是我們在汽車零件裡面 有一些矽膠類的 像朝燈喔 它裡面的那個折射面 它都可以用那個液態矽膠去射出 液態矽膠 對 很酷耶 一路旁邊 你還有把一些展位 有一些景體創作 你這個手勢是怎樣 那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我是劍熊 我有跟你合作的 喔 所以你最後拿到第幾名 我拿到金牌 焦光了就位 很厲害 很厲害 你要不要跟我們快速介紹一下 好 這個實驗叫做集體創作 需要三個人來完成這個實驗 它是偏向於產品開發 然後它是用完成某些特定的功能 而我們高台上面有一個機器 這就是這次的競賽題目 你所有的結構還有機構 也會有非常多這種 對合作上面的摩擦 反正三人型嘛 必有人受傷 對 不是必有人受傷 可是有的時候你在 你單人賽的時候 你覺得很寂寞 欸到了場地賽 更加很寂寞 這個是外觀模型設計 要做光圖畫打亮 它裡面也有車房 一路到這邊越來越吵囉 我覺得導播可以帶一下 這個裡面的畫面 你看這個車子 已經被拆成什麼樣子 對 今天在這裡不是工廠 今天在這裡也是南港版館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現場看的畫面 車子已經夠誇張了 對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攝影師的後面 導播 直升機整個拆進來了 這個是叫飛機修護 太厲害了 因為未來真的是一個 航空站的時代 其實在這類的修護裡面 機械技術跟原理 你都可以去做小型的無人機 或者是那個無人機的開發 像我們現在洗高壓電台的愛 因為人上去很危險 對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人 都是用飛機飛上去 然後水槍直接射它 這都是仰賴很多地方 機械的發展跟開發 對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想看的 板金項目裡面 你說光板1.2 mini跟板3 mini 那個手的出租是不太一樣的 嗯 那個單身5年跟單身20年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造型的設計 如果你今天完全是要用 金屎拋光做雕塑 或者是你要做成 整個不鏽鋼鏡面的話 那你就需要板金彩圖 對 板金彩圖 有的時候電腦很會畫吧 要做呢 不要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線上的烤棋喔 要烤雅漢跟CO2焊接 我們三隻組之後 然後再把它轉成 展開一組 之後再盯到我們的結板上面 然後現在選手這個狀態就是 他在進行下藥動作 所以你看這個身邊這個小選手 很多年輕 而且很專注 他們做出來的成名 都可以長得這個樣子 它這個是全部都用板金這樣 跳出來然後焊接這樣子 很厲害 哇很細緻耶 好 我們繼續往下一站看了 OK 謝謝你 GO 歡迎收看本集的工商時間 你的孩子想要有創意的學美語嗎 愛美語國際的兒童美語翻短教室 為孩子設計的富有豐富的課程 讓孩子從體驗中探索有興趣的議題 加上科學實驗及動手DIY 讓學習英文成為一件有興趣的事情 點燃小朋友們的學習潛力吧 愛美語將我們常講的 SDGS聯合國永續經營目標的理念 融入了美語的課程 並結合科學實驗 讓孩子在學習過程中 培養思考跟邏輯的能力 在學習美語的同時 也同時開啟小朋友對於2023年未來世界的想像力喔 今年暑假 愛美語帶你孩子們去四個國家 分別解決垃圾問題 海平面上升的問題 以及如何建造太陽能熱水器的模型 讓他們在嘗試與創造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思考、嘗試、發揮出自己的創意 從體驗跟競賽出發 勇敢展現美語的實力 點擊資訊欄 你可以看到更多愛美語官方網站 收看所有的資訊 一同點燃孩子的學習潛能吧 我們這個焊接 你看他手上他現在正在做的是一個焊接 他現在手上這個是一個模擬器 你如果要練習製作僵持的焊接 你就不用那種挑的火花試射 對 你看這個焊的僵持應該會被我開啟 而且他們今天他們的職位冒險區 有很多的小小攤位 那個也是體驗 氧氣雨缺的VR 你不要抓紅毛巾 你是被洗手上面的東西 還沒有 左手左手 這個同學模擬器做人這樣子 不要帶到工地 這可能會炸死大家 好 旁邊這裡也會有一些講座 不同樣的職類高手 分享他們以前的比賽經驗 他們的一些心路歷程 對對對 所以你看這個後面這個 像是一個小小遊樂園一樣 後面 求職便便便 如果人生重選一次 你會想要做什麼工作 假設今天不需要扛起這個 台中工業區的錢金的壓力 以前是很喜歡國際事務 所以以前是蠻想當外交官 外交官 外交官需要具備什麼能力 應該語言能力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談判技巧 或者是很多你專業的詞士都要會 那你可以用德文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 談判一下 怎麼談判 Guten Tag Ich bin Lucy 所以在這個裡面 整個展場 其實我們今天整個直播 應該走不完 慢慢已經走到這個外面的禮堂 然後這個要特別幫大家照一下 贊助廠商跟贊助單位 不管是每一個機台 每一個機械 都是不同的殘殺 很偉大 你看我們就一路走到這個 Infinity 今年的主題是 好像就是跟無色線有關 對 無色線 無極限 沒錯 所以他們就是共同創造了這個 異象的logo 你第一次來看喔 對我第一次來看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還蠻棒 而且我覺得他們每個小朋友 應該說小朋友嘛 就是他們都很認真很專注 我覺得這對他們來說 應該會是一個人生很好的體驗跟經驗 因為要承受這種高壓 一群民眾在後面看 對啊 就像是業主 就像是你爸盯在我們後面看的工作一樣 對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他們很棒 他們很有態度 就是他們都很專注 很努力在做他們自己該做的事情 不管你有沒有參加這個樣子的比賽 或者是你未來是不是參加完這個比賽 繼續走這條路 對對 我覺得這一段的過程 它都可以讓你的學精力 讓你的壓力抗壓性 然後讓你的整合能力 對一般學生完成不一樣的體驗 那也希望有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你喜歡工業的老闆或朋友們 嘿 除了支持我們之外 沒錯 你都可以支持這些未來的年輕學生 跟年輕學子 對 因為他們這個才是我們未來的力量 這也是超人生少年 下次再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 中立 我是賀龍 大家好 我是Pia哥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我是吳子 我是志祺 我是徐波 Hummy Video 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 14天搶先看 Cat Chat 獨家喜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Oh 看我看我看我 你很賣人嗎 他們 他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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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